结果是把那个位置放正确 不过位置放正确之前 你要先知道 这个月的第一天应该是哪一天 那这个月的第一天 当然需要给它一个日期格式 所以呢理论上 你应该要把这一天跟这一天 加上第一天就可以放在这边了 那当然有同学会想说 要怎么把它串在 变成2015斜线 12月斜线1号 那就有同学一般这样 他直约就等于 等于什么 等于2015 对不对 end 什么呢 斜线 然后end 在这个12月 对不对 因为一般是end 再一个end 斜线 然后end 1嘛 所以1的话是直接输入一个1 所以这边的话 直接像斜线1就可以了 斜线1 串接一个斜线1 有没有 应该懂这个意思吧 OK 然后打勾看看 这个2015 12月1号 打勾 有没有 2015 12月1号 那如果你希望向下 向下拉11月 11月会不会改 11月1号 如果改别年的话 2014 OK 不过我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当然看起来没问 看起来 看起来是对的 看起来 但实际上 你也不能说它错 为什么 因为 它实际上还是可以运作 那只是说会有个问题 它现在是一个文字 可是实际上我们要的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日期格式 所以如果你将来只是看到 没问题的话 那我们来试一下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 那第一天位置可不可以知道 比如说我今天要知道说 12月1号 它的那个第一天的位置 也就是它礼拜几的意思 它是礼拜几 第一天位置实际上就是 它应该放礼拜几 那我们前面讲过 在日期与时间函数里面 有一个叫weekday 有没有 weekday我前面特别讲过 就是说 它是1到7 回来会告诉你1到7 那也就是你今天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日期 然后呢 它会return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一个 这个给它一个日期 那它会给你一个什么 一个2 那2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 我讲过嘛 这个前面有特别提到这个weekday 就是说呢 因为这个设计的是美国那边设计的 所以它的观念是 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应该是礼拜几 礼拜日嘛 对不对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是第一天 因为我们是这边刚好也放 放日是第一天 那所以 如果今天 出来是2的话 那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 应该是礼拜一吧 对不对 礼拜一 所以理论上 假如你按确定的话 礼拜 应该是礼拜一啦 有没有 那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2012 那如果2015 看一下对不对 也没错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你如果给这个日期 它明明是个文字 有没有 可是你会发现 它还是给walk 不可